痴情男女野外开车 不慎触怒神灵 结果惨遭报复死状惨烈 善乱如荫 倒天轻轻 三名学生来到此地 眼看前方汽车无法前行 三人只能乘坐摩托车继续行程 摩托车经过狭窄的桥梁 穿过郁郁葱葱的森林 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迎接他们的是当地村长普拉 阿游和努尔的社区服务项目 就要在普拉的村子尽兴展开 阿游他们的服务项目 是要帮助村庄解决实际困难 尽管村长起初有些不太愿意 但是在阿游他们的恳求之下 最终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村长将几人带到一个水池旁 声称这里曾经是舞者的浴池 但是村子里早已没了舞者 这里也就因此而荒废 水池也成为村中的水源地 可是最近几年水也干涸 村民们只能去河边取水 阿游当即表示 他们可以设计管道饮水至此 而此时的努尔 这总感觉不太对 几天之后 银色面包车驶向村庄 一车大学生在阿游带领向来到这里 村长照例在村口迎接 他向学生们解释村子比较落后 至今还没有通电 希望学生们能克服 并且乡村地区洗澡困难 男生可以去河边洗 而女生只能去工地隔间讲究一下 随后村长把女生们交代给村里的老桑太太照顾 而三个男生则被带到隔壁居住 油灯点燃 小微说起 在路上他似乎听到了舞者唱歌的声音 正要继续讨论的时候 老桑太太却来提醒几人 穿着方面不要太清凉 深夜小微一时之间难以入睡 第二天老普和学生们来到项目试试地 老普告诉阿游 如果需要帮忙 直接找村民就可以 而小微却对旁边的小祭台产生好奇 老普解释 那是他们祖先的传统 是祭拜天地万灵的方式 村长带学生们熟悉周围环境 众人发现村子里的墓地 许多墓碑上面盖满黑布 村长解释 死者不足十岁 墓碑上就会盖上黑布 说话之间 奴儿突然头晕不已 大鸽子当即带他先行回去 村长则继续带领学生们参观 小微看到旁边之路 学们去向哪里 村长解释是通向森林深处 而那种小石碑 则是村庄和树林间的界限 村长告诫众人 千万别靠近石碑 必须远离树林 因为那里不是他们村子的地盘 学生们开始分组 小微和瘦子一组 奴儿和胡子一组 阿游泽和大客子一组 三组各自进行任务 以加快项目的实施 小微发现村子里 几乎没有他们的同龄人 只有一些老肉病残 奴儿让他不要过于担心 而后便率先进到屋子中洗浴 小微等在外面 尽管奴儿不断呼唤小微 小微却只听到里面传出来歌声 奴儿打开门后 并没要向小微说出刚才发生的事情 而小微也没多想 直接进去洗澡 好 此时两人都察觉到了诡异 小薇赶紧拉着努尔离开这里 晚上村长正在喝着咖啡 努尔却打着手电找到这里 对于白天发生的事情 他想询问村长 他看到旁边的白发老者 努尔又欲言又止 村长赶紧解释 他是村里的长者布爷爷 让努尔大奖无防 努尔说出 他来到村子之后 一直感觉不太对劲 布爷爷立马给他送上咖啡 让努尔品尝 努尔本来不是很喜欢咖啡 可是在老布圈桌下 还是喝了起来 老布告诉努尔 他所见的是统治此地的生灵 有几百个住在村子里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 因为努尔给村子带来了某种东西 所以生灵们很生气 但当努尔询问他 带来什么之时 却又不由自主地晕倒 老布对着努尔身后解释 生灵已经许诺 不会再骚扰努尔 而后老布向鬼面婆婆承诺 他会好好看护这些学生 小微一觉醒来 不见努尔身影 小微直接被努尔吓个半死 他正挑着奇怪的舞蹈 似乎已经疯磨 瘦子起身看到大个子 正询问他在干什么时 却也看到这边的诡异一幕 努尔和阿游则被外面声音吵醒 两人赶紧起身查看 此时的小微已经颠光 半夜三更在外跳舞 老桑赶紧将小微迎进屋子之中 凌晨时分 老桑独自来到诗碑这里祭奠 学生们来到老布这里 手子和阿游在忐忑不安中喝下咖啡 两人都觉得咖啡苦涩无比 老布催促小微也喝下咖啡 小微无奈 本来不喝咖啡的他 也只得喝下一口 老布告诉小微 他的血液温和 正是树林中的生灵 喜欢的 三人一听这话 端着毛骨悚然 老布给小微额头点上东西 声称有了此物 便不会被骚扰 众人走后 小微询问村长 为什么只有他觉得咖啡是甜的 村长说那是黑咖啡 通常用来供奉祖先 而幽灵们则喜欢那种咖啡 对于幽灵们来说 咖啡是甜的 村长猜测 或许是有什么东西跟着小微 对他比较感兴趣 村长让小微不用担心 毕竟他们还有老布在 大猴子私下告诉努尔 他觉得大个子最近有问题 深夜之中总是无故身影 而且大个子房间里 是他听错了 可后来他在大个子的房间 发现了祭品 努尔却根本不相信 因为他和大个子是多年好友 大个子是个什么人 他最清楚 大胡子一听 当即拉着努尔就走 看到祭品的努尔心声惊异 而后两人同时听到诡异之声 晚上村长将学生们 带到新的居所 让众人好好休息 而后便转身离去 努尔找到大个子 要跟他好好谈谈 小微刚准备休息 却听到深井之声 正要查看之时 努尔却叫停了他 深夜大个子独自举着火把 来到石碑这里 而后便独自走进森林之中 小微起身接水 却又看到诡异一幕 回转身时 努尔却又正常走出 这下的小微是彻底害怕了 瘦子和大胡子也赶了回来 二人赶紧给小微倒水 这一幕直接吓嗓了众人 第二天大个子责备阿游 他居然弄丢了 大个子要送给小微的手镯 大个子不解 他是如此信任阿游 才让阿游替他转教手镯 没想到却让阿游弄丢了 而二人的谈话 也被奴尔听到耳中 小微躺在床上休息 却又感觉房顶出现声音 老头子大喊有蛇 肥也似的跑了出去 一众村民听到呼喊 立马前来帮忙 老头随后告诉老布 大蛇后来找不到了 阿游却说他并没有看到有蛇 只看到他们闯进厨房 老头子当即发誓 他真的看见了大蛇 见此情形 村长让阿游和努尔去他家谈谈 村长将于这些天发生如此多事情 让阿游他们结束在这里的活动 但是阿游却不想就此放弃 奴尔则觉得村长意见可行 毕竟他也遇到过 许多诡异之事 阿游满腔怒火回到住所 奴尔回来后 则和胡子瘦子聊天 瘦子抱怨 每次都看不到大蛤子和阿游工作 一天天不知道二人忙些什么 说话之间 大蛤子却回到住所 奴尔询问大蛤子 这几天为何不见他祈祷 大蛤子却一反常态 让奴尔少管闲事 察觉事情不对的奴尔 次日便来到石碑这里 顺着道路进到森林之中 他想要弄清楚 大蛤子和阿游 究竟在忙些什么 奴尔经过了一处破旧寺庙 而后便看到两人走出小屋 瘦子和小维 则来到镇上的市场买小吃 小吃摊贩 一眼看出两人是外地人 询问他们来此住在哪里 小贩一听 他们来到森林边的村子 便立马归去二人 晚上不要赶路了 森林里可能会有怪事发生 眼看两个年轻人不听劝 他又提醒二人 经过森林 一定要保持警惕 不断祈祷 如果真见到怪事 也不要理睬 瘦子和小维 根本没往心上去 两人一路开着玩笑 想村子中赶回 没想到摩托车 就突然抛锚 眼看油箱 还有一半油 可是摩托车 就是打不着火 二人无奈 只能推一车前行 顾不了太多 瘦子硬着头皮走上前去 老者询问 是否是摩托车坏了 而后便又有两人 出来帮忙 让瘦子他们 去他们村子等待 声称他们那儿 正开派对 瘦子立马带着小维 跟着老者而去 瘦子还无比高兴 可小维却见过女子 马上就想离开 此时老者出现 告知瘦子 他的摩托车已经修好 瘦子毫不客气 从餐桌上 拿了许多美食 便准备离开 而小维则恐惧地 看着跳舞女人 努尔泽贝大哥子和阿游 他们是这里的客人 如果让村民知道 他们在此乱搞 一定会被众人赶出村子 瘦子和小维 终于回到住所 瘦子对于一路的见闻 惊奇不已 正要和大家讲述之时 却发现阿游三人 气氛异常 瘦子却不管这些 直接讲述了路上的奇遇 大胡子连说的谎话连篇 因为树林里 只有他们这一个村子 瘦子一见大家不信 连忙让小维为他证明 见小维默不作声 瘦子立马 要拿出派对上的美食 来证明他所额废墟 恶灵此时突然发话 他化身成喜要为的模样 让努尔千万别多管闲事 否则的话 努尔也要付出代价 恶灵声称 他尊重努尔身后之人 但如果努尔卷进来的话 他会毫不犹豫 对努尔下手 直到此时 努尔仍然一头雾水 并不知道恶蒙所说 背后之人是谁 而清晨之时 努尔及时醒来 他敲向大个子的房门 来提醒大个子做沉倒 大个子最终向努尔坦诚错误 他承认自己犯了大错 并说到那天晚上 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但梦境无比真实 绿女女人自称叫做达乌 他告诉大个子 小微逃不出蛇的手掌心 因为他被村里的古老仪式困住了 而目前就小微的只有他 但前提是 大个子必须按照他所说的去做 而后达乌让大个子 去了森林之中 找到那间奇怪的小屋 在其中 找到和他胳膊上一样的手镯 而后将手镯交给小微 这样大个子就可以救下小微 而且每天晚上 大个子都必须来找达乌 努尔一听 就知道达乌是森林的恶灵 质疑大个子脑子坏了 竟然答应恶灵的条件 可当时大个子满脑子都是小微 只能答应了达乌的条件 每到夜晚 达乌还来到大个子这里 大猴听到女人的声音声 正是达乌发出的 努尔也告诉大个子 其实他也梦见了小微和蛇在一起 清晨时分 小微起床寻找众人 大厅里面却没有众人踪迹 被附身的努尔安慰着小微 他知道大个子他们 已经见到了达乌 同时附身灵魂告诉小微 要不是他看护着众人 这把惹事的同学早就没了 他让小微等人 玩归玩 闹归闹 千万别把努尔连力进去 他警告小微 要是阿游和大个子 在胡舵飞围 可别怪他不客气 努尔通灵之后 浑身乏力 他和小微拥抱一起 泪流满面 而后小微便背上了红色背包 努尔靠着阿游赶紧离开此地 他在小微包里发现了手镯 而在阿游的包里 努尔还找到了一条绿色皮肩 阿游质问努尔 凭什么翻他的东西 努尔也毫不客气 准问那手镯 是不是大个子梦中所得 而后努尔告诉阿游 那是恶灵给到大个子的 而且绿皮肩也是恶灵给的 努尔要拉着阿游 去村长家 将事情说清 而阿游却告诉努尔 是他将手镯 放到小微包里的 大个子的确让阿游 将手镯交给小微 但他并没有那么做 但是后来一个舞者 找到了阿游 绿营舞者给阿游 开出条件 只要把手镯给到小微 绿营舞者 便让大个子爱上阿游 阿游抵挡不住这诱魄 便同意了 舞者给出了一条绿色皮肩 这样大个子便爱上了阿游 努尔一听着阿游也是疯了 居然和森林恶灵 做起交易 而后努尔招呼所有人 回房集体开会 他告诉大家 必须即可回家 尽管众人情绪各异 但最后还是决定次日返程 小微一路跟着大个子走来 他最终也来到那间破庙之中 唯一的小木屋呈现眼前 小微没能推开房门 只能透过缝隙关桥 绿椅舞者告诉小微 小微就是她一直在等待的打舞 绿椅女人让小微留下来 可小微哪有奶量留在此地 努尔看到小微不在 赶紧叫阿游起身 一起寻找 但是却没想到 胡子和瘦子 也不见大个子身影 决定立马去找村长 村长一看也是没招 赶紧让村民去找老布 努尔此时拿出绿色披肩和手镯 他告知村长 阿游和大个子 在破庙小五苟喝 大个子也一反常态 听从了恶灵指挥 而恶灵的名字叫做达乌 努尔向村长承认错误 前求村长救救大个子和阿游 一众人立马开始私下寻找 老布看到手镯等物 知道这是舞者的 而舞者正是这个村的女神 达乌其实不是人民 而是对舞者的称呼 手镯只能带在女神 选中了达乌的手上 而绿色披肩可以迷惑他 想迷惑的任何人 阿游和大个子的灵魂已经坠落 现在只能祈祷达乌 主动放掉他们 老布说完之后转身而去 小薇转身跑出 阿游仍在狂跳不已 大个子也被众人带了回来 他也早已是车上的状态 小薇一路跟随黑狗 总算从树莲中跑出 老布再次调住了咖啡 让小薇喝下 老布告诉两人 阿游和大个子的灵魂 被困在了达乌那里 而小薇看到的蛇 则是大个子和达乌的后代 阿游必将成为新的达乌 他只能在这片森林的 每一片土地上跳舞 他们是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受到应有的惩罚 这件事情 老布也已经帮不上忙了 阿游和大个子被送到家后 没多久 两人就都撒手人寰 而努尔则来询问本教的大师 他的身后是否有神明护佑 大师告诉努尔 他所背负的神明是多克奶奶